第2條 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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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條 論說成分比較高 雖然論說文很容易低分 但同時很容易高分 沒有中間的分數 第2條 第3條 到底例如當時 一半是 中介入許可 學的是甚麼 學一些正數 知识 或資格 或是 read書 讀書跟學習有關 有關 最重要的是去討論 讀書沒有用 他要你寫一篇文章说一下你的看法 读书没用 其实就是对别人帮助 对自己来说 对个人来说 对一个人来说 帮助不大 那你要看看 一般人认为为何会不大呢 可能觉得生活 累積的经验是更加可贵 或者可能有一些隐言又出来了 读晚卷书不如走晚里路 这些你背了很多句 也我知道 或者可能说 现在其实读一个学位 一个学位 其实很容易 他说读书 对工作 就业其实帮助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以前可能大学生很精怪 现在不是了 城街都是 有人是这么说 所以你要知道 用其实就是作用 所以其实用 和学 是息息相关的 关系是很密切的 学习的知识不同 其实他用 都用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要立论 就是你要说回读书 是不是没用呢 就是你要视乎 你界定读书 和用 所以就是用 和学 学就是读书 所以你要说回 其实你得到的知识 或者你的能力 是对你个人 甚至乎在社会上 是不是有作用呢 所以你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你要懂得把知识 和用 分开它 有些都有作用的 譬如你说 我想引言 那些 通常在哪里出来呢 论语 有很多 庄子 甚至乎有一个叫圣经 它里面都是 很多都是说读书的 你怎样去研习这些东西 譬如你宗教 道德 你实践方面 所以你有很多例子 可以拿出来的 甚至乎是学习都可以 因为学习这个音乐 那我们可以徒乙圣诚 或者 刚才说到 学位 那你就是学了一些知识 技能 其实例如 可能会计师资格的 那这些就是学位的资历 那再举例 譬如是会计师它的资格 那么它可以学义自容 那这个就是论说文来的 那今次我们先解一解题